西方学者有点懵 中国对海军的用法与西方完全不同 为什么会这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建少 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不断强大 美国一直在设想 中美海军未来在大洋决战的场景 并认为中国海军的崛起 将是挑战西方 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变量 然而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 最近发表了道格拉斯·罗伯和安德鲁·沃德的文章 他们却对美国政府提出了灵魂拷问 你们是否理解中国对海权的重视 以及如何推动海上大战略 格拉斯·罗伯曾经是美军 斯普·罗恩斯吉驱逐舰的前舰长 安德鲁·沃德 这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作战军官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一些学者 对中国海军发展战略的不理解 首先中国虽然正在建造航空母舰 但是并不等于要以美国和英国一样使用航母 比如中国的航母大多数情况下 仍然是在中国的近海活动的 超过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次数都非常少 作者认为 西方海军习惯将航空母舰作为一种力量的投射 而中国更像是用航母来保护其海上力量 中国已经为航母编队配备了055万吨大区 而且还装备了超远射程的反舰导弹 从而导致航母不再是特遣舰队的核心 也就是说西方的航母主要是用于夺取制空拳和制海拳的 而中国的航母似乎就是为了保护055 从而能够让其发射的反舰弹道导弹 在更远的纪律上猎杀对方的海上目标 第二 中国认为航母是超级大国地位的标志 而不是为了争夺海上霸权 中国不寻求海上霸权 不追求建立更多的海外军事基地 西方将海军看成是推动盟友关系的基石 中国则更习惯于把海军当成是推动军事交流的工具 蓝水海军的主要特征之一 就是建立大量海外军事基地 而中国到现在只在吉布提有一个海军补给基地 以及在柬埔寨的云一阳海军基地有一个军用码头 相比于中国庞大的海军力量 中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数量非常少 影响力也远远不够 当美国以为中国会利用海外设施延伸其影响力时 往往到最后都被确认为是好战的美国人的假设 第三中国使用准海军的民兵来执行海洋政策 这也是一大特点 中国的海警队就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同类舰队 其溥仪船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西方为何看不懂中国海军的发展战略呢 这些现象都很好解释 首先中国在使用海军力量方面 受限于从陆权国家向海权转变的过程 也就是说 中国到现在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权国家 而是有限海权的国家 海权的使用往往仅限于保护主权权益 或者仅仅就是用于自卫 这就明显区别于美英这里在海外带有侵略性质的国家 其次中国建设四十年一流军队 包括最为强大的海军力量 并不是要在世界范围内挑战美国的霸权 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中国自己的利益 当前更主要的战略任务就是完成两岸的统一 这也决定了 哪怕是中国发展航母战斗群 也要把完成统一当成首要任务 在西太平洋建立起战略防御众生 才是最重要的 最后中国发展航母战斗群 不会走美国的战术思路 央视早前就报道过 中国的航母战斗群经常以火箭军 和空军共同展开行动 当然也要充分发挥 055万吨大区所拥有的 反舰弹道导弹的优势 美国依赖航母舰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 而中国依赖更强大的导弹 来夺取制空权制海权 而航母则承担着夺取 远海制空权制海权的重任 比如提高其态势感召能力 保护其他的主力战舰等等 而火箭军和空军则共同帮助航母战斗群 提升远程打击能力 这也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航母战术发展之路 中天而言 人民海军一定会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 而且未来也会走向山南 但是当前我们更重要的任务 还是为完成统一大业做准备 扬长避短 建立起更符合中国需要的航母战术体系 甚至航母使用战略和文化 而西方的学者对此看不懂也很正常 因为这原本就是中国特色